中南海恩仇录 京夫子住 第十九节 放逐彭德怀 不坐苏加诺 1965年9月23日上午 毛泽东通宵未免 请来了彭德怀 这是自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 毛泽东对彭的唯一一次召见 也是最后一次召见 毛泽东身着长睡衣 一副病态隆中的样子 拉着彭德怀的手说 早在等着 还没有睡 你这个人有个酱脾气 几年也不写信 要写就写八万字 庐山一别 老朋友不再见面 生性粗梗的彭德怀差点就大叫了出来 是我不愿见面吗 你这里是想来就能来吗 毛泽东明察秋毫的用手势止住了他 自顾自说了下去 庐山的事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今天还有少奇 小平 彭真同志 等一会就来参加 恩来去机场接西哈努克亲王 不能来 我们一起谈谈吧 谈话后 毛泽东请刘 邓 彭一起陪彭德怀吃饭 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流了泪 党中央分配彭德怀去四川成都当三大县建设指挥部的第三副总指挥 可是只过了一年 文化大革命狂飙骤起 彭德怀元帅被红卫兵小将和军内造反派押戒回北京批斗 殴打 关押 他多次写信向毛泽东求救 毛泽东视他为死老虎 不再具任何威胁 直到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悲惨死去 毛泽东再没有理会过他 这是后话 1965年9月底 一向受到中共全力扶植 栽培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发起了9月30日运动 利用苏加诺总统的卫队 以保护苏加诺总统的名义实施红色恐怖 捕杀陆军高级将领 图谋夺取全国政权 喜讯传来 毛泽东感到欢欣鼓舞 因为印尼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几乎都在中国内地接受过理论教育和游击训练 印尼共党总书记爱的更是尊毛为革命导师 尊毛的思想为印尼共党的行动指南 毛泽东乐天地认为 自己的革命思想在南亚大国印尼开花结果 南亚又新生了一个人口众多 海域广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可是是出毛泽东意料 10月1日 印尼陆军部队做出强烈反应 一名不很出名的陆军准将苏哈托率领陆军师反政变 控制了首都雅加达 全国各地陆军也同时动手 在各地搜捕共产党 保行血腥镇压 形势很快逆转 支持革命的苏加诺总统被陆军包围 软禁 印尼共党总书记爱的被陆军士兵枪杀 这无疑给了伟大的毛泽东当头一棒 原来他的思想在别的国家并不管用 如同他自己常说的植老虎 一统就破 毛泽东在震惊 沮丧之余 想起了老朋友苏加诺总统的下场 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也是为搞个人迷信 领袖崇拜的高手 被尊为印尼独立之父 民族英雄 伟大统帅 伟大国父 据三次到访过印尼的刘少奇 陈毅等人回来说 印尼全国的机关 学校乃至普通老百姓的家庭 处处都挂着苏加诺的标准像 城市里更是到处可以看到苏加诺万岁 万岁苏加诺的大标语 大横幅 苏加诺总统每到一地 总要受到数十万 上百万民众的热烈欢呼 可是 这回陆军部队一占领雅加达 枪杆子一说话 老百姓就鸭雀无声 苏加诺就当了阶下囚 可见 这个人迷信 领袖崇拜也却是个花架子 表面上轰轰烈烈 实际上滑而不实 机枪坦克一上街 他就辟用没有 辟钱不值 要是在北京 刘少奇们以党中央名义动用军队 把中南海控制起来 把他毛泽东禁锢在丰泽园 话地未劳 而提出的口号又是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村士兵娃娃怎么晓得 还不是长官们叫他们怎样放枪就怎样放 他毛泽东不就成了中国的苏加诺 印尼共产党9月30日政变的失败 老朋友苏加诺和爱蒂的下场 使得毛泽东有了一种时间上和行动上的紧迫感 早在1962年以来他就认定 在北京 在中南海 刘少奇 邓小平 彭真们已经抱成一团 形成了他们的司令部和党中央 毛泽东不得不到上海 拉住并夫元帅林彪 另立一个司令部和党中央 而且属于少数派 但握有兵权 南北两个司令部和两个党中央 彼此心照不宣 只是暗中较劲 事到如今 毛泽东只有调动军队来对付北京 对付刘 邓 彭 与其让刘少奇发动政变 不如自己先下手 来个主动政变 制服对手 历史和真理 从来由胜利者撰写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古今一礼 试看当今天下 亚非拉国家 大都是军人执政 真正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政权政权 说穿了就是镇压之权 毛泽东所谓者 是他相信林彪 在动用军队仪式上 会跟自己合作无间 但必须等到诸事完备 需要秘密调动军队的那一天才能跟林彪谈 林彪多病 49年以来很少出面 正有一种政治野心上的饥渴感 可以给他许愿 搞掉了刘少奇 他就是二把手 量他半条性命 纵有野心也形成不了危险 当初派他接替彭德怀 就是看重他的多病 少管事 而由军委主席一人军权独揽 在动用军队之前 毛泽东还要先办文武两件要事 一是发表江青 康生他们在上海弄出来的那篇文章 平心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江青这两年算起了一点作用 除了抓样板戏 还秘密抓出来这么一发炮弹 文章先后历时一年 七亿起稿 毛泽东只看了最后两稿 每次都把稿子夹在样板戏剧本里 由张春桥做专机专程送到江青和康生手里 硬是瞒过了少奇同志的那批耳目呢 二是要解决罗瑞青的问题 参照印尼发生的事变 看来林彪讲的也对 罗瑞青这几年手伸得很长 有野心 林 罗二位不合作 关系闹得很僵 可自己要动军队 就必须借重林彪 罗瑞青一旦发觉自己处境有问题 就很可能死心塌地投向刘少奇 刘少奇不是许了愿 日后提升他当国防部长 对于罗瑞青 已经是西虎为患了 他现在兼任多少职务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军委秘书长 总参谋长 吉党 郑 军 情于一身 并且直接控制京津地区位数 上回汪东兴也反映过 罗长子联中南海警卫师的人士任免都要插手 林彪说得好 彭德怀已经调离北京 现在中国要出苏哈托式的人物 必定是罗瑞青无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